我家后院的人鱼得意洋洋告诉我 我同床共枕三年的夫君是个冒牌货 我真正的夫君 早在湖底和他成双入队 想要赎回他 就得亲手剖开枕边人的心脏 投进湖里 深夜 我躺在床上 听着江景淮平缓规律的呼吸 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我的确发现了不对 三年前 没人上门 说隔壁的举人江景淮是个读书人 秉信传良 言语目呢 我亲自拎着一篮鸡蛋 嫁给他为妻 新婚夜 江景淮掀了我的盖头 他生的品貌非凡 挺鼻薄唇 让我想起江南水箱薄薄的水雾 阴阴烛火下 只但看我一眼 便叫我面红耳赤 然而他靠近之时 我借着灯火 瞧清他秀丽双眸之下 沙发凌厉的眼神 吓得手一抖 差点叫出声 仿佛他不是来娶我 而是要杀我 跟美人说的南辕北辙 然而我生来就被交成安分守起的妇人 再害怕 也要渐行为妻之道 妾 服侍夫君就请 当晚 我颤着双手 解了他的外衣 我是十里八乡出名的美人 身段软 声音更软 不知被多少男人觊觎 我懂得如何讨他欢心 江景淮当晚 攥着我的手腕提进红杖 大约我是英雄嫁给他 江景淮对我不大怜惜 第二日我连下地腿都是颤着的 我从来没见过 比江景淮更冷心冷肠的男人 说他不尽女色吧 那些隐秘之事上 他却能要我的命 若说他沉溺其中 也不尽然 我看不懂他 明明生的傅哲仙容貌 却似恶鬼修罗 叫我又惊又怕 好在 过了大婚 他三天两头外出 留我空房毒手 渐渐地村里传出闲话 江家的媳妇不检点 总跟外面的男人眉目传情 我早已做好挨法的准备 江景淮归来那天 门口的婶子当面激巢 他不做反应 到晚我就被他勾入帐中 哭得梨花带雨 我知道他为了什么 可是他一言不发 分明就是醋了 我哭累了 抱住他的手臂 红着脸求饶 却不敢看他人 夫君饶命 江景淮智若罔闻 挑起我下巴 不容拒绝地稳住 拉我沉入深渊 那晚 我破天荒梦见 自己去后院湖边换艺 漆黑无比的湖面 突然泛起波澜 一副若白痴的貌美女子 自绿盈盈的湖中浮出 对着我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尖牙 你夫君是假的 我吓得尖叫一声 跌坐岸边 他身体渐渐拔高 露出蓝阴阴鳞片 遍布的鱼尾 分明就是古书里 记载的人鱼模样 人鱼眼神狡障诡秘 开口发出嘀嘀的吟唱 真正地将景淮在湖底 在等你回家 回家 他宛如水蛇 吐着性子 他专是人心 欲知破解之法 便来后院的湖底寻我 说完 他宁笑起来 一把将我推入 幽深的湖水 冰冷骤然进入我的骨髓 我慌乱地挣扎起来 一个机灵 从梦中惊醒 浑身大汗淋漓 仿佛进过一盆冷水 我没有忘记梦境最后 一张惨白的面孔 在湖底仰着头 无助地望着我 直觉告诉我 那人才是江景淮 我躺在床上 急促地喘着气 突然从腰后搭上一只手 炙热滚烫 怎么了 江景淮的声音 带着淡淡的牙 和被吵醒的不悦 她的手贴着后背 慢慢上滑 摸上我的后颈 那日与屠户闲谈 晓得此处是人的死穴 不堪一击 不知为何 此刻我怕得很 她的亲吻 像急了亲吻 辅学中的猎物 我没有说话 闭上眼 将我和江景淮 所有的过往 回忆了一遍 她是读书人 无数个深夜 我却摸到她后背 密集伤口 窄腰往下的位置 有一道又长又隐秘的疤痕 她周身都不计较我的触碰 唯独那个地方 她不许 我信奉神明 某日将景淮归家 站在神像前看了许久 不嫌不淡地说 这东西扔了吧 午后我搬着神像往外走时 神像背后列出一道细痕 方一落地 便四分五练 化作鸡粉 之后 江景淮病了数日 整日卧病在床 闭门不出 全靠我一勺勺汤要养好 隔壁沈子喜欢聊鬼神之说 提及那尊碎裂的神像 沈子神情会莫如生 妹子 你家中有邪神作祟 还是神明压不住的大邪祟 请神婆来看看吧 当晚 我将心中所想告知江景淮 为求得她同意 主动了些 吃了好些苦头 江景淮目光温和地望着我 问了神婆的住处 次日 神婆突发恶极离世 事情就此搁置 隔日 我就听闻一桩典故 一百年前 附近的镇子发生一桩大案 于俊美男子入坠地主家 不堪乐障羞辱 依稀之间 杀妻灭门 自焚于家门前 据说怨气化魂者 戾气深重 无法超度 原来许久以来 我早已觉察一样 只带一件事或一个人来捅破 这层窗户纸 我身边的鞋碎 十有八九是江景淮 于是暂且搁置了杂烂的念头 准备次日去后院转一转 江景淮一贯醒得很早 这一日我穿好衣装 准备溜去后院 却迎面碰见进屋的江景淮 吓了一跳 腿软撞到了小凳 我 我去后院弯些菜来 江景淮扫了我一眼 扶正小凳 放我坐在小凳上 我去 我定定审 尝试性地和他商量 那 我去隔壁审自家串门 江景淮静静盯着我 就在我以为他要拒绝时 却答应了 我仓皇而逃 生怕晚一步被他就地斩杀 隔壁审自见我来了 分外热情 拉我坐下聊天 我脸色惨白 许久未回过神来 心不在焉地附和两句 谁知审自突然说起江景淮的就是 他走了两年 离开的时候 是白面书生 回来时变成了如今这幅样子 有时候连我都怕得很 我的心渐渐沉入谷底 看来那梦境并非虚妄 我所嫁飞人 江景淮把我原本的父君给害了 只怕是真正的江景淮从未离开过阵子 而是临行前被人推入湖中 后院的湖 我非去不可 事业 电闪雷鸣 我猛然惊醒 发现身旁已不见江景淮其人 窗外树影婆娑 狂风呼啸 我穿上衣服 悄悄出了门 此时天上开始下都大的雨点儿 我踩着淤泥来到后院 突然 脚下踢到了什么 一低头 看见让我肝胆剧烈的一幕 隔壁沈子睁眼朝天 脸色惨白倒在血泊之中 已然断了气 细看 她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白骨 盯着我背后 喉咙中隐隐挤出 江 江 我咬住手背 阻止即将出口的尖叫 江景淮就在附近 我被发现了 轰隆 一声巨雷 大雨瓢泼 我抖入筛康 进一步 是梦中真假未知的人鱼 退一步 是卧房 似乎别无选择 为什么不走了 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温凉冰冷的男生 熟悉又冷漠 我僵住身子 转过头 对上温腰扶在我脸侧 壮如修罗的江景淮 一道闪电骤然华亮夜空 她的脸很白 唇色很淡 笑容温和 激起我一身鸡皮疙瘩 我想跑 却两脚发软 江景淮的虎口缓缓移上我的脖子 语气阴冷 你是谁 我嘴唇和牙齿直哆嗦 你 你的妻 江景淮缓缓勾唇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 却仿佛看见了十八层地狱和命的镜头 可你和江志愈做了一样的事 轰隆 闪电伴随着雷鸣 骤然划破 慢慢长夜 我卸了力气 大脑一片空白 我没记错 百年前那招面门案的的妻子 就叫江志愈 我慢慢地攥住江景淮的袍子 心如雷鼓 江志愈是谁 我不知道 但江景淮十有八九就是杀七灭门的凶手 面对他逃跑绝无胜算 我强迫自己忽略脚下的森森白骨 双手僵硬地穿过江景淮的肩膀 在脖子后方交叠 能不能抱阿英回去 阿英害怕 江景淮弯着腰没动 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我几乎趴在江景淮的身上 颈侧贴上他冰冷的唇 如果江景淮愿意 可以随时咬破我的血管 要我的命 今日你见过他 江景淮语气平缓 却不掩杀鸡 求神也是他提的 你在怀疑什么 江景淮口中的他 无疑就是已成白骨的隔壁绳子 我忍住战力 牙齿打战 阿英对夫君之心 可照日月 江景淮缓缓缓的 缓缓的 笑了 低沉的嗓音在我耳畔如催命的桑中 他没有信 反倒觉得我愚蠢 我不过大雨冲刷 狼狈的祈求 夫君 别杀我 我 我怀了你的骨肉 还没说完 就被他疏然掐住 先弱的脖梗 拉远 被迫与他对视 几个月了 江景淮不笑了 甚至脸色有些阴沉 三个 我呼吸急促 慌乱地攥着江景淮的手腕 三个月前那一次 江景淮用拇指 缓缓擦过我的唇瓣 神色晦暗 为何不早说 我已经无法辨别 他的话有几分柔情 带着哭腔 我想给你个惊喜 以我的认知 我想不出其他能阻止江景淮杀我的方式 夫君 求求你 看在孩子的份上 江景淮盯着我 手掌慢慢地覆盖在我的小腹上 似乎在丈量大小 我紧张到极点 生怕被他瞧出端倪 扶着他肩膀一动不敢动 他终是撒开我的脖子 抄起后背将我拦腰抱起 转身走入夜色 我捡了一条命回来 躲在江景淮怀中瑟瑟发抖 此刻 我不敢有任何违逆或者惹他不快的心思 脑海中走马灯一样回忆看过的画本 有些喜欢女子腹中的骨肉 使之可亦受延年 江景淮专注于叫我有孕 莫非真如画本所说 等养肥了再杀 昏暗的烛火一寸寸将我们照亮 在暖黄灯光的映衬下 江景淮的脸上终于多了一份人气 眉目如画 知蓝玉树 然而这并不能安抚我慌乱的内心 他就是一尊披着人皮的恶鬼 江景淮将我放在梳妆台前 拿起棉布为我擦头 镜中我小脸儿惨白 李一是哒哒贴在身上 勾出瘦弱窈窕的曲线 他的大手附在我肩头 随时都能掐碎我的颈骨 擦干发丝 江景淮闭口不提在后院发生的事 这几日 李老师在家待着 他再也不装了 当着我的面施展鬼术烘干衣料 我忙不迭点头 脑子在疯狂转动 倘若被江景淮知道 我骗他难逃一死 我这边战战兢兢 江景淮反倒并不着急拆穿我 戴衣服挥复干爽后 抱上床榻 这一次 我表现得乖巧至极 缩在江景淮怀抱里 做梦都没想到 我有一日 会跟一斜碎同床共枕 热腾腾的身子贴上来 将我拢在怀中 睡吧 明日我请大夫来 我全缩在他怀中 毫无睡意 身后也没有传来江景淮熟悉的呼吸声 我知道他是一直没睡 不敢回头 也不敢闭眼盯着灰白的墙 回忆起曾祖母给我讲过的传说 冤死者化鬼 其中有天大冤屈者 会化作红利鬼 可操纵天地自然 霍乱苍生 江景淮便是这种 父君可为孩子起名字了 窗外的风声紧俏 室内 却静得出奇 招目 江景淮过了很久 慢慢拨开我额角的事发 靠上来 无语轻 朝朝暮暮 那一刻 我在想 斜碎真的有心吗 我累极了 眼皮沉沉闭上 人鱼再次入梦 他没有上次的悠闲 而是面色猙獰 为何不来找我 快点 一声凄厉的咆哮 我突然惊醒 窗外的月色掩在乌云之下 昏暗不见五指 我缓缓摸着身边的冷他 江景淮又不见了 明日将景淮会请大夫过来 我的死期到了 不如 再搏一把 黑夜 我跌跌撞撞在宁宁中奔逃 跨过地上的白骨 跪倒在漆黑的湖边 湖水宛若怪物张开的血盆大口 黑洞洞的 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我不敢大喊 颤抖着江首 伸入冰冷自古的湖水中 接着雾茫茫的月光 我看见湖面上泛起了涟漪 少请如滚开的沸水 越翻越勇 我被钉住了身子 眼睁睁看着一张森白的脸 渐渐从湖面深处向我靠近 很快我意识到 那是一具尸体 那才是真正的江景淮 我压住即将出口的尖叫 只见他眼珠一转 露出一抹笑 他不如江景淮俊怡 眉目间能饮约亏的当年的书生气 夫人 他吐出一个水泡 寒昏地换着我 我抖若筛糠 手怎么都拔不出来 指尖触及到湿滑粘腻的皮肤 毫无弹性 像腐烂的豆腐渣 他最终浮出水面 背后露出了人鱼的脸 我跌坐在地 缓缓后挪 人鱼修长的手揽住江景淮的腰 一笑露出一口尖细的牙 你终于来了 江景淮直勾勾地看着我 伸出手 被我匆忙躲开 夫人 人鱼的瞳孔再次变成两条竖线 快点过来 我摇摇头 只觉得他们都不是好人 江景淮语气轻缓 唯恐吓到我 他将我推入湖中 扒下我的皮囊 取而代之 只有你能救我 人鱼从旁推波助澜 你仔细想想 江景淮的背后 是不是有隔八 他怎么知道 那便是他缝人皮的地方 人鱼轻腻地缠在江景淮身上 蹭了 蹭把我的匕首拿去 我手中凭空浮现一柄 刻着野菊纹路的匕首 冰冷无比 插入他的胸口 弯出心脏 你的夫君便能活了 他们说完 看向四周 今夜鬼门开 我们的屏障 不知能拦他多久 你快些回去 我闭了闭眼 语气颤抖 我 插不准 连鸡都没杀过 我做不到一击击重 人鱼目光中 胜满了贪婪 那就取心头血 插进去 搅一搅 男人脸色大变 他们来了 快回去 说完带着人鱼 一起沉入忧深的湖底 四周恢复平静 如果不是手中的匕首 我甚至不能相信 刚才发生的 尽是真的 月亮雾茫茫的 乌云还月 透不出一丝光线 我怀抱着匕首往回走 少请 外面的小院传来敲门声 在寂静无人的深夜 传出很远 我一息记起此时此刻 正是鬼节 白鬼夜行 将锦怀到底去了哪里 我不愿意再回到小卧 中途躲进小厨房 窝在草垛后面 都说厨房火气旺 能避邪 门外的撞门上突然停了 随之而来 是质压的推门声 门开了 我捂着嘴 暗自祈祷他们不要发现我 阿英 醋嘎的嗓音如恶鬼 在院子里回荡 间歇伴随着拖他的脚步声 我大气不敢喘 握紧袖子中的匕首 没多久 厨房的小门被人推开 你鬼醋嘎的笑声传来 他迈进来 僵硬地转过头 唇角露出诡异的笑 我找到你了 我软倒在地 脸色煞白 是隔壁的婶子 为何会变成厉鬼 一介凡人 在面对鬼怪之时 只剩无力和惧怕 我不懂自己为何倒霉至此 陷入如此可怕之境地 婶子发出一声奸笑 猙獰朝我扑来 我举起手中的匕首 准备拼死一搏 他尖锐的指甲近在咫尺 马上就要插入我的眼睛 突然 一只玉白色修长的手 自他胸口穿透 暗黑血迹在手的表面 自动化为一缕血丝 被慢慢吸收 尸身倾倒 将紧怀着月白色华服 立于黑暗中 周身泛着银白的光 白韬玉带 冰激玉骨 如果忽略他指尖圣人的血迹 和脚下的尸首 与神明无异 今夜的他与往日不太一样 神色清冷 眼神淡漠 可我顾不得其他 慌乱地扑过去抱住 夫君 救命 脏兮兮的手和脸 在将紧怀洁白的衣裳上 弄出了斑驳的屋子 将紧怀没有推开我 只淡淡对着门外道 时辰到了 尽情享用吧 话落 最后一丝月光消失在大地上 我僵住了身子 突然意识到 我的夫君 可能不是厉鬼 而是白鬼之上 掌控一方气候的鬼君 门外阴风呼啸 怪笑节节 鬼门关开了 村中惨叫声四起 婴儿啼哭不止 这是一场鬼怪狂欢的盛宴 以村民骨肉为席 在今夜彻底拉开序幕 而始作俑者 掌管白鬼的鬼君 此刻正被我死死抱在怀中 勾起了冷漠的微笑 我不敢回头 听见院中不时有脚步声或近或远 甚至有几个挤进了柴房 嚼着牙齿 想将我吃差入腹 只不过活不了多久 他们就尖叫着化作青烟 将井怀旁若无人地将我抱起 穿行于鬼影之中 所经之处 小鬼凄厉尖叫 消散于无形 偶有灵智开化者 颤抖着双腿 匍匐在地 却难逃魂飞魄散的命运 我偷偷睁开一只眼 看见将井怀右耳耳垂触 一粒血红的小智 腰也诡异 周身引有铃铛叮铃作响 这才是变为鬼君的将井怀真正的模样 所到之处 生灵枯竭 屋檐下有一颗野菊 我日日用水浇灌 如今它的绣摆即将扫过野菊的花瓣 我紧张地攥紧拳头 将井怀在上台阶时突然停了 目光扫过那躲野菊 台秀避开 善心大发地留了他一命 室内还是先前的模样 被窝掀开 我的罗袜搭在一旁 汤婆早就凉透 第一次面对变了身份的江井怀 我不敢说话 也不敢看他 他将我放在床榻上 伸手捏起我的下巴 如屁腻楼一般 去高临下俯视着我 你忘记我说的话了 好好带着 别乱跑 对不起 下次要听话 江井怀的拇指慢慢搓过我的唇 听懂了吗 我不敢违逆 点头如捣蒜 偶尔窗外传来的惨叫声 叫我经不住颤抖 我望着江井怀 想起往日带我不薄的父老相亲 一滴泪流下来 我没有胜算的 他招招手 便有数百条性命葬生鬼口 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凡人 如何能与鬼君抗衡 江井怀歪腰 轻轻稳住我的下眼瞼 你难道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你做我的妻 早晚会适应 他一招手 软杖听话地垂落两侧 将我和他包裹在内 江井怀提起我的手腕 稳住 随之而来是轻微的刺痛 他竟然咬破了我的手腕 薄唇染上一抹惊心动魄的朱红 白鬼盛宴 你猜鬼君当隐何物 江井怀舔去血迹 谋色深沉 我吓了一跳 怕不是要将我的血抽干 他俯身在我耳侧微笑道 今日是我的生辰 亦是我的忌日 鬼门关开 是为引你入名符 鲜血未济 生生世世都是我的人 我的心慢慢沉入谷底 方圆百里 再无活人 难道从今往后 我便要生活在无人鬼域吗 倘若终有一日 我要死 为何不适时 与他同归于尽 夫君 阿英曾藏一壶春酒于树下 今夜与你共饮 江井怀昭昭手 一壶沾满泥的褐色酒坛 凭空出现在手中 他低头 咬住我的耳朵 像对待猎物一样 落下自己的印记 这叫鬼摇耳 被鬼怪定下的新娘 耳朵上便会留下鬼附军的牙印儿 若是厉鬼所留 则数里之内 百鬼不清 我撞着胆子 拔开酒塞 浓烈的酒香扑面而来 微以弹口作展 主动献上香吻 红竹摇曳 一世暖春 墙角的朱锦 无声绽放开来 江井怀眼底雾蒙蒙的 连眼神都饮满了温柔 我一口热气喝在他耳畔 也生了 该歇息了 江井怀醉的彻彻底底 一头栽进床褥之间 将我带倒在自己身上 攥着手望 阿英 我垂下眼睫 咧起一抹苦笑 这是他第一次换我闺名 可蝼蚁在他们眼中 何时有过尊严呢 他杀掉了乡亲父老 我要为他们报仇 指尖钻进江井怀的领子 露出他白皙的胸膛 皮肉之下 是我觊觎已久的心脏 阿英 他又换了一生 闭着眼睛 鲜长的睫毛淡去冷漠 给他添上一分人为耳 只不过 我高高举起刀刃 都是假象 扑斥 匕首划破光级的皮囊 毫无阻力地扎入深处 却顺着伤口 鼓鼓流出 我待坐原地 随之而来是剧烈的恐慌 因为皮囊之下 竟是空的 江井怀的心不见了 此刻 他已经睁开眼 盯着我 脸色白得激进透明 你为人明明最是乖巧 为何仍有反骨 江井怀的眼睛渐渐暗沉下来 胸利疯狂涌现 刹那间 天地色变 狂风呼啸 撞破窗扇 我扶在床榻上 脸色惨白 哆哆嗦嗦地喊 无耻夭挟 肆虐人间 生灵涂炭 我杀你是为天地道义 江井怀伴赏 轻轻吃笑一声 继而像是听见天大的笑话 狂笑不止 无耻夭挟 天地道义 哈哈哈哈 江井怀笑声越来越大 在熊烈的寒风中 他骤然掐住我的脖梗 温声细语道 你当自己又是个什么东西 我拼命挣扎 反被他压在身下 胸前的血抵在我的脸颊 绽放出一朵朵血色花 这是第一次 我在江井怀脸上 看见了剧烈的情绪波动 他眼底骤然涌现强烈的恨 唇角却始终淡笑着 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传进我的耳朵 是你说 要变成凡人与我重新开始的 将至于 你骗我 啪哒 血滴入我的唇缝 血腥气慢慢在唇齿间扩散开来 远处一道闪电骤然落下 匕首消散于无形 与此同时 四肢百骸如被四线绞紧 我惨叫出声 痛 痛入骨髓 仿佛要割裂我的灵魂 躯体坠入极致的冷中 好像 我早已不属于人间 江井怀的力道逐渐变得微不足道 我汗如雨下 一口咬在江井怀的肩膀上 血腥喷涌入喉 轰隆 雷声一个接一个 妖邪乌夜声自四眼中传来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破了 血雾四起 带血的匕首最终融入我的骨血 我躺在下面 望着江井怀那张死都忘不掉的脸 突然笑了 江井怀 你好天真啊 对着我的肉体凡胎也能动心 活该你一败涂地 江井怀怒急 狠狠掐住我的脖子 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 我伸手插入他胸前的血肉 笑着掏了又掏 看着他愈发苍白的脸 问 你把心藏哪了 看得出来 江井怀眼底滔天的恨 几乎要将我焚烧殆尽 可惜他身受重创 轻轻一推 我们便换了位置 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挑起江井怀的下巴 无比轻挑地问 鬼君大人 受制于人的滋味 如何当日他背叛我 怕也如我此刻般 愉悦至极 这样想着 我手上的动作越发狠辣 恨不得将他胸膛捅穿 一百年前 大婚当日 他将我成堂 又焚江家满门 七日后 我们二人双双化作厉鬼 只不过他运气好 得天地垂帘 化作掌控一方鬼域的鬼君 我却只是躲在阴暗处 见不得光的红利鬼 一强一弱 他撒下天罗地网悬赏我 而我 恨不得叫他错骨扬灰 魂飞魄散 天道不公 若在寻常 我一记红利鬼 那何不得他 甚至连江井怀的鬼欲 都无法靠近 更别提杀了他 直到我们互相折磨百年后 我才知晓 江井怀想把我的肉体繁胎 困在身边 为他孕育子嗣 从而变成不死人 三魂七魄近回 不入轮回 生生世世受他折磨 他太想让我得到报应了 于是我坐在桥边 摇摇望着一世 独立如仙人似的江井怀 压住心底的恨意 柔声说 江井怀 我累了 若你仍觉得我欠了你 我甘愿化作凡人 任你折磨 这蠢货尽也信 其实哪有小镇子上的贫苦姑娘阿英 不过是我掩掉野心后纯真的皮囊 他把茅屋选在鬼域之外 引我成了他的妻 一心让我诞下子嗣 而我只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 给他致命一击 就可以踩着江井怀这条半死不活的命 成为鬼君 湖底两条贪婪的孤魂野鬼 恰好做了我的棋子 为阿英指名道路 想杀我吗 我轻轻咬在江井怀的颈子上 感受牙齿之下血脉的搏动 忍下吞噬掉他的欲望 用锁链捆住了江井怀的脖子 扯起 红利鬼凶恶之处 在于一旦出手 此人灵魂必将遭受烈焰般制烤 三日不绝 江井怀身体虚弱 刚好沦为我的阶下囚 锁链刚触及皮肉 便消失于无形 成为我暗中控制江井怀的枷锁 我笑盈盈道 鬼君盈期 该是什么排唱 快让我开开眼 江井怀推开我的手 冷漠起身 我欣然跟在他身后 走出小屋 外面已然换了天地 不远处鬼府拔地而起 盈盈惊火挂满了整个工程 宛如人间佳节时的火树银花 绚烂美丽 竟比人间的宫殿还要气派几分 小屋被风一吹 烟灭于虚空 江井怀站在我身后 受万鬼朝拜 这才是江井怀真正的诡欲 一条银色的和自幽暗的天空悬挂而下 如白链一般 绕工程而过 流向远方 筹谋多年 如今 我要进去了 我不怀好意地勾起嘴角 舒然拉动铁链 江井怀便拉弯了身子 当这白鬼的面 我稳住他的唇半 看似深情 实则羞辱 我听见了风带来的窃窃私语 笑得更加欢快 携天子以令诸侯 原来这么爽啊 江井怀玉白色的脸上毫无波澜 门前是一条忘不到头的婚嫁长队 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鬼怪着红色礼服 扭伯望着我和江井怀 队伍中间是一顶坠满金式的大红花轿 雕梁画洞 做工精致 抬轿子的四个小鬼 已经是诸鬼中最像人的了 难未将井怀如此用心 为了让阿英死心塌地地嫁入鬼 遇他费了不少心思吧 一个没鼻子的小鬼战战兢兢上前 请鬼君上马 夫人上教 不必 我要他跟着 这 四周传来窃窃私语 不和归去吧 我轻声笑着 屋子坐上花轿 将问题丢给江井怀 手中的铁链稍微收了收紧 便传来江井怀冷漠的声音 可 鬼君迎期 白鬼开路 唢呐震天 我身着凤冠侠派 掀开帘子 枝头望着走在一侧的江井怀 当年没做完的事 我替你做完了 怎么不高兴啊 当日我满心欢喜地穿上嫁衣 等他来取 却等来他命人扎住我的口鼻 四肢捆绑 这上巨石沉了糖 这世上有人该死 那便是江井怀 便做鬼 也要永世不得安宁 嫁娶的队伍一路进了宫城 城内亮如白昼 我望着窗外躲躲悬浮于半空的金色野菊 出了神 请夫人下轿 小鬼的喊声传来 我疏然回神 提起群百风资超约的卖猪轿子 猪鬼在殿前停住脚 面面相去不知该不该跟着 我则旁若无人地推开洞房的门 在看清眼前景雾时 一股力气骤然四溢 脸颊浮现心红的血线 当年 我也是坐在那个小凳上 满心欢喜等待江井怀的到来 亮银色刻着我闺名的小书 此刻正端端正正摆在镜子前 提醒我有多愚蠢 门砰得关上 滔天的愤怒在胸中翻涌 我掐住江井怀的脖子 推至门边 双眸血红 发出凄厉的尖叫 江井怀 你好恶毒的心思 江井怀浅色的铜人盯着我 半晌勾起唇角 声音低哑 在我生辰这日温我的心 你不恶毒 既然你不肯做人与我长相厮守 那咱们 谁也别放过谁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 两久突然招招手 梳妆台上飞来一只金凤钗 是江井怀为了迎娶 我特意打造的 我物归原主 把他狠狠插进江井怀胸前的伤口 没有心 就用这个替代吧 我扭了扭 看鲜血肆意 恨意才削减一些 反正你有心没心 都是一样的 如此 他的伤口会日日破溃流血 无法愈合 他的虚弱期有三日 我不想让江井怀死得过于痛快 便掐着他脖子倒在床榻间 你记住了 折磨你的 是阿阴 也是江志宇 我俯身 错到他的唇边 轻轻悬停 江井怀便起了唇 我攥着金簪 狠狠扎入江井怀的血肉 见他们哼一声 讥讽笑道 都这副模样 还想着亲我 江井怀 要不要脸 看着他唇角被我咬破的伤口 重新开始淌血 便开心地笑出声来 江井怀盯着我看了一话 突然起身发了狠 咬住我的唇瓣 伸手压住我的腰肢 狠狠贴近自己 以至于金钗插入了更深的位置 他是真的很 宁愿鲜血淋漓遍体鳞伤 也不肯放过到嘴的猎物 一场洞房花烛 我们两个都伤痕累累 到最后是江井怀先倒下的 他脸色惨白 双毛闭合 手却死死攥着我的裙摆 不肯松开 我跌下床 抹掉嘴角伤口里流的血 想爬走 却被拽住 于是回头恶狠狠地说 江井怀 别逼我把你植骨撅折 江井怀没动 死了是的 我不甘心地扯了扯链子 他的头微不可查地转个脚 也没有睁眼 屋中静悄悄地 血顺着他的小臂滑落手腕 到达指尖 为我红衣增添一抹艳色 我慢慢靠近 伸手探上他的脉袭 突然间 江井怀睁眼 抓住我的手拽入床榻 翻身而起 将我拖入软杖深处 狡诈之徒 我发出愤怒的尖叫 莫发在空中浮动 江井怀拨开 扣住我的后脑 他仿佛什么都不顾了 预备将我吃差入腹 给我生个孩子 江井怀嗓音发芽 他一介囚徒 胆敢命令我 滚 我们是怨偶 你逃不掉的 他捏住我左耳的红掷 用力揉着 世间有情人 因爱生恨 化为厉鬼者 会背负一层斩不断的联系 怨偶 欲望与爱恨半生 纠缠不休 成为两颗一模一样的小智 坠于耳垂 红杖内 不时传烂我嚣张的怒妈 很快便被封堵于寂静长夜 窗外的天河无声流淌 红烛彻夜未面 鬼欲的天 不会迎来光明 我一觉醒来 窗外是暗沉的天 窗前摆着一盆盛放的珠景 不知过去了几天 江井怀不见了 我心一沉匆忙下床 赤脚披发站于屋中 冲出门抓住一路过的小鬼 我几天前沉得昏 小鬼吓破了胆 头都掉了 咕噜咕噜滚到我脚底 结结巴巴道 三 三天前 我怒从心中起 一脚踢飞了他的头 五指隔空一抓 铁链哗啦作响 隐约察觉有一丝阻力 刹那间 我出现在一处宽敞的书房 江井怀端坐按挤前 脖子上隐隐有铁链的浮现 我毫不客气地伸进他前肩 乱摸一通 金钗不见了 底下汇报的小鬼 捂着眼连滚带爬的跑远 我功亏一篑 发出愤怒的尖叫 张口就要咬在江井怀的颈子上 江井怀也不看我 一只手掐住我张开的下颌 推远 夫人 你该学会管好自己的脾气 江井怀 我杀了你 江井怀恢复了往日波澜不惊 三日已过 你败了 可我没想到 他是以下三滥的手段取胜的 气急败坏怒骂 你卑鄙无耻 我真后悔当年就你那条贱命 咔嚓 江井怀手中的人骨笔被生生捏断 他迎着我的目光 反用铁链将我的手 拽到自己手中狠狠掐住 语气森冷 我下三滥 你用阿英骗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你自己 说我恶毒 你恶毒更甚 哈哈哈哈 是你贱 既要害我 何苦做出那副深情模样 令人作用 我反船相机 不甘示弱 江井怀怒瞪我半赏 突然恢复了平静的神色 只吃笑一声 如今被我这个贱种取了 你能奈何 啪 轻轻脆脆的耳光甩过去 江井怀被打偏了脸 我冷眼笑着 气得浑身发抖 不如何 赏个巴掌而已 受着吧 愿有做到这个分赏 我也做够了 今日不管是他杀我也罢 还是我气死他罢 一了百了 然而江井怀什么都没做 他扔掉人骨笔 打横将我抱起 转入屏风后 你干什么 赏得不够 我要你亲自来赏 如果此前 我对江井怀的恨 只限于掀了他的天灵盖 现如今 我想连他的鬼欲依并掀了 那日之后 江井怀身后多了个红衣厉鬼 我每每盛怒 便不分场合地收紧铁链 看着江井怀阴窒息 而逐渐苍白的脸 恶狠狠地问 知道陈堂是什么滋味了吗 这时 江井怀会冷笑着 吐出几个字 自作自受 以至于整个鬼欲谈我色变 他们不理解 鬼君莫不是有癖好或受孽倾向 娶了个随时想杀他的夫人 江井怀不做任何解释 照旧我行我素 终于 他手下的兵坐不住了 他们趁江井怀不在 用玄铁打造的锁鬼链 将我五花大绑 带去天河 远看天河是一条美好的白链 近看 河水滂沱 那白花花的 分明是堆成山的人骨 推入此河的鬼 会重立人间的痛苦 你不尊鬼君 这是对你的惩罚 一青面獠牙的鬼将目露凶光 待鬼君饶恕你之日 你才有资格从里面被捞出 我唇角的笑意泛冷 好啊 有种把我推下去啊 鬼将一噎 毫不留情地将我推入天河 我手指抓紧铁链 一拽 笑出声 他会陪我一起下地狱的 你们再也见不到江井怀了 喘祸 说完 人已经淹没在汹涌的白骨之中 啪 响亮的马鞭划破长空 甩在人肉上 传来脆响 春寒撂翘 一少年穿着短衫 匍匐在地 任马鞭无情地抽破上衣 露出侧腰紧实的腰线和密集的疤痕 血和汗混杂 伴随着少年疼痛的喘息 滴入泥土 我坐在廊下 偷偷从书页上方望去 那是谁啊 丫鬟达 回小姐 老爷带回的孤儿 只见那少年的背挺拔如白羊 一双眼睛即便在夜色中都黑得发亮 像一只孤寂落魄的幽狼 第一眼 我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江家是江南富户 自小我身边不乏如雅风流之时 大多眼底包藏伪善 而眼前的少年 不一样 我悄悄跟丫鬟说了几句 他小跑到马农面前 学着我的话说了 马农搖搖坐衣 揣着心得的银子 跑得无影无踪 我偷瞧着丫鬟将少年扶起 拿书挡住脸 压不住乐善好事的喜悦 我救了他 一阵冷风卷起了我的衣摆 也吹乱了我的书 我匆忙抚平衣角时 不小心露了脸 便瞧着那少年 有黑的眸子正淡淡望过来 我匆忙绕到廊柱后 心绪难平 小姐 伤势不重 人走了 丫鬟步履轻巧 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我急匆匆探头 只来得及抓住春风中 一抹受虚的背影 不知明信 晚膳时 我在父亲身后又瞧见他 他换去了白天的装束 精神了一些 但嘴角的伤口仍在 不知上过药没有 父亲随口唤道 阿九 往后你便跟着他们一道跑生意 我绞紧手中帕子 生平第一次撞起胆子与父亲说话 父亲 什么 父亲错没看我 他叫什么 阿九 没有信实 一切贱奴 要什么信实 父亲的眼中充满鄙夷 我生怕惹了父亲怒火 飞快地说了句 江家的奴才 当然姓江 江家的女儿不当家 亦不可知会家事 这句话都是我壮着胆子提的 我只觉得他怪可怜的 旁边的姨娘娇笑起来 大小姐也懂得疼人了 母亲早已生故 如今府中是姨娘当家 我不敢辩驳 父亲沉了脸 女人家插什么嘴 那阴冷的目光一扫 场中静若寒蝉 父亲想了想 赐你江信也好 但要记住 你是江家的狗 要知恩图报 我捧着茶杯 心中雀跃 笑盈盈地对上他目光时 他也只是冷漠地移开 一腔好意受了辜负 我晚上后趁机拦住他 磕磕巴巴问 你伤还好吗 他不答 只是淡淡瞧着我 我不配 啊 江这个姓氏 我不配 他说 江家是江南的大姓 商业横灌南北 地处低通巴达的国之要地 日静斗金 无数人做梦都想爬进江家的大门 只要灌上江信 余生衣食无忧 没什么配不配的 我急红了脸 你就姓江 江什么 这可难倒了我 江阿九 不行 即便我不嫌弃 江阿九这样的名字传出去 他也会遭人耻笑 我脚筋脑汁突然眼前一亮 紧怀 江紧怀 像江南的紧 江南的河 我心中所有美好的愿景 都在这个名字里 我希望他余生喜乐 不过 他大概是不知道的 压惠眼嘴笑出声 小姐是鱼 阿九是水 如鱼得水 我红着脸捂住他的嘴 瞎说什么呢 他淡淡瞧着我 没了低下头 谢小姐赐名 我后退一步 吞吞吐吐道 我 我是江志愚 你叫江景怀 咱们往后就是一家人了 说完也不敢看他 急匆匆逃走 我发现 自己也许并不是可怜他 至于其他的心思 我不敢想 江家女儿的命 是属于江家的 隔天 我就看见一群人 又在欺负江景怀 那半大不大的小字 脚踩在江景怀背上 年了年 你就是江景怀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这名字跟你配吗 他是姨娘的儿子 我们江家的长子 江世元 爹那他当眼珠子疼 我一时激动冲过去 推开江世元 名字是我给的 与他无关 江世元倒退几步 看轻是我 更加猖狂 好姐姐 你看上这贱种的事 爹知道吗 闭嘴 被人掀开了心思 我恼羞成怒 闭嘴 江世元挽起袖子 慢慢靠近我 你娘早就死了 如今府中当家的是我娘 想加贱种 来求我啊 他催了江景怀一口 挑衅般看着我 是家千金爱上野狗 真给江家的老祖宗 丢尽颜面了 等我做了家主 第一件事 就将你这贱负成堂 我气得浑身发抖 怕一巴掌 打在江世元脸上 放肆 你诗书仁义 都学到狗肚子里了 江世元眼底 闪着恶毒的恨仪 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你算老几 想跟我斗 下辈子先生哥把儿出来 周围奴仆匆忙跪地 少爷息怒 大小姐精尊玉贵 打不得 我安起脖子 忍着恶心 不服输地看着她 江世元眯眼冷笑 记着 你的荣耀是江家给你的 爹在 我在 你才能一世荣华 明白吗 许氏闹的动静太大了 江世元松开手 我爹坐在地 咳嗽不止 江世元接过小四弟来的帕子 擦了擦嘴和手 迎面扔在我脸上 待人都走感觉 丫鬟才红着眼眶颤颤我 小姐 别管了 我们回去吧 我看着脚下 奄奄一息的江景淮 弯腰 用袖中的手帕 想替他擦掉脸上的污泥 突然 江景淮抓住我的手 滚烫的手心 让我心中骤然冒出一丝小小的悸动 我将在原地 然而江景淮什么都没有做 取过帕子盖住脸上的血印儿 说 小姐回吧 我有些犹豫 半赏咬唇叮嘱 那你好好养伤 不要跟他们打交道了 江景淮半天回了我个傲 荡夜 我辗转反侧 心想 他会不会将我的手帕洗干净 好好收起 他能不能晓得我隐晦的心思 结果第二天 我就被父亲拽去院子中 狠狠摔在地上 此时院落里早已躺了个半死不活的人 血肉模糊 我吓得尖叫一声 父亲的咒骂便劈头盖连落下来 跟你娘一样的贱货 不知廉耻 谁教你的私乡瘦瘦 你怎么不找条野狗来配呢 我吓懵了 人活十几年 从来没听过父亲用这般难听的词来羞辱我 父亲暴怒 将手帕甩在我脸上 贱人 贱人 此刻 我才晓得 落在江景淮手中的帕子 成了别人编排我的把柄 江世元慵懒地坐在一旁 开口 江家家归森严 姐姐坏了规矩 便不必再嫁了 江景淮躺在血泊里 嘴唇动了动 只有靠近的我听清了 不关她的事 眼泪一瞬间就涌出来 我用十年的时间博览群书 知识明里 坚信世间有公道在 心怀人善 便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可读到最后 眼前只剩母亲临去钱争宁的面目 江家痴人 哀于要跑 快跑 父亲不听我的辩驳 命他们把我绑在树上 密集的鞭子落下来 将我的尊严抽得四分五裂 在众奴仆 戏谑贪婪的目光中 我捂着蓝绿的衣衫跌倒在烂泥里 江世元故作怜悯 父亲 有大姐姐的下场 摆在战人家中的姐妹们 也该知道规矩了 要不还是算了吧 那日众人散去 留下我和重伤的江景淮 躺在院里 不多时雷声滚滚 逗大的雨点倾盆而下 我将血淋淋地 江景淮抱在怀里 哭着喊她 直到我俩都被雨水浇透了 江景淮缓缓动了动 抬起手勾掉我塞上的泪 有气无力道 别哭了 我娶你 她语速很慢 仿佛怕我听不清 直到看见我哭着点头 她才撑起身子 让我架着她 勉勉强强爬进柴房 江景淮魂身上下 没有一块好肉 荡夜就发了高烧 我用紧剩的意料 沾着雨水贴在她额头 熬过滴水未尽的三日 三日后 意识昏沉的我被拖到父亲面前 你非嫁那见种不可 我神情恍然 父亲 您救她一命吧 可你与她有了肌肤之亲 我跪在地上 重重磕头 人命关天 你儿清白自知 若是父亲觉得不合规矩 你儿嫁给她便是 在我苦苦哀求下 父亲终于答应请郎中敬府 我在规格中一直等到出八 听闻江景淮身子大好 急匆匆前去看望 不料吃了闭门羹 我急得直敲门 喂 江景淮 你让我看看 江景淮的声音从门里传来 还是那副淡淡的口吻 奴子不量力 毁了小姐闺玉 无言面对小姐 闺玉是小 我不介意 透过窗飞 我能看见江景淮高高的声量 正站在门前 可是她不肯开门 半晌 她问 小姐可有喜欢的人 这话问得过于梦朗 我脑海中飞快闪过她的脸 便强压下来 红着脸矜持到 没 没有 哦 但 小姐请回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江景淮救下了逐客令 我觉察她情绪不高 决定改日再来看她 死出一别 后来 听闻她离家的消息 我急匆匆问父亲 她去了哪 父亲没好气道 我问谁去 白眼狼 呸 三年之后 我已到吉祭之年 但江家的大小姐名声败坏 不仅私通野男人 还被家中奴仆看光了身子 因此迟迟无眉任上门提亲 我的禁欲一日不如一日 任人为妻 无数个深夜 我遍体鳞伤地躺在冰冷的小床上 心中会生起对江景淮的怨怼 一个雨夜 滂沱雨声盖住了男人的脚步声 我的门被推开了 我浑浑噩噩噩睁眼 看清是江世元后 朔然惊醒 不带我尖叫 她便捂住我的嘴 稀稀苏苏一阵动作 我惊恐挣扎起来 畜声 畜声 我骂不出口 只能狠狠咬她 江世元醉熏熏的 墙攥着我的手腕 催了一口 贱人 信不信我要你的命 想雷自天穷劈下 击在房梁上 头顶掉下块砖 砸在江世元后脑勺 我一脚蹬开江世元 便见她捂着下身 惨叫倒地 屋中着了火 我龙好凌乱的衣料 仓皇出逃 大雨瓢泼 水气弥漫 我无助地在雨中奔跑 迎面撞见姨娘 领着人闯进院中 我儿还在里面 快救人啊 还有她 抓起来 我刚反应过来 被人压在地上 五花大绑 往后院拖去 放开我 我哭喊着 指甲在泥地中 离出深深的沟壑 突然 有人踹开小院的门 急匆匆来报 姨娘且慢 有个京城来的公子 上门提亲了 老爷让你把小姐照料好 明日出嫁 家丁停住动作 面面相去 我趴在淤泥中 确定他们放弃杀我的念头 才筋疲力竭地松开手 嚎啕大哭 很快 江世元被人从屋中抬出 倒他的房梁 砸到了他的命根子 废了 姨娘疯了似的抓住我的领子 尖叫 你敢伤我儿 我要你死 奴仆上来拉开他 姨娘 那公子是京城的官 惹不得啊 他的尖叫声逐渐远去 我缓缓睁眼 看父亲身边的小丝 正一脸冷漠地低头看着我 大小姐 家丑不可外扬 有些事说出去 对你没好处 我哑着嗓子 问 来的是谁 江景怀 那一晚 月光被大雨拦在乌云深处 我却躺在泥泞中 笑得像个疯子 我解脱了 江景怀他来救我了 出嫁极其匆忙 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 就有人催着我穿上嫁衣代假 我坐在洗房中 将嫁衣摸了一遍又一遍 几度落下泪来 江景怀救我 我一辈子待他好 回忆中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 让我羞怯难意 他会是我的夫君 我第八次问到时辰时 丫鬟翻了个白眼儿 走出房间 我受惯了冷眼 早就习以为常 最初伺候我的姑娘 已经被卖出了福 如今谁伺候我 已经没有分别了 数算这及时已到 我没有娘亲 便拿起书子 对近书头 一字一句 分外珍重地念叨这吉祥话 念着念着 眼泪便落下来 三年未见 江景怀还记得我吗 我心中忐忑 却难掩羞涩之意 等了许久 外面迟迟没有动静 我扣响窗户 没人应我 我饿着肚子等到日落黄昏 坚信她一定会来的 一束橘黄色的光 骤然点亮夜空 我脸上一洗 匆忙出门 遥遥看见浓烟滚滚 上来不及反应 便有人从背后 罩上麻袋捆住了脖子 事发突然 我来不及反应 便被锁住了脖子 窒息赶息来 我意识到有人要杀我 开始剧烈挣扎 江家肮脏致死 死有余辜 江景怀冷漠的声音 由谣传来 我动作一顿 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 数年未见 我仍然凭着直言片语 就认出了江景怀 可是 他不是报恩 而是寻仇 我听清了远处 人们救火的呐喊 也有冰死之人的惨叫 江家欠他的 正一点点的还 仅有的希望破灭了 我停止了挣扎 绳子越来越紧 模糊了我的意识 大人 还有那江家子嗣 私通淫乱 沉堂 那冷漠的语气中 夹载着厌恶 如冰刃刺进我的心 我眼前发黑 一滴泪无声滑落 错不在我 为何我要死 我不甘心 江景怀 我不甘心 啊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发出愤怒的呐喊 五指狠狠扣紧凶手的手背中 血都流出来 他吃痛 力气更大 乐得我不得不仰起脖子 长大嘴像冰死的鱼 汲取最后的空气 我的脚腕被捆在一处 坠上石头 扑通 我渴求空气大张的口腔 成为杀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心臭的湖水倒灌入喉 很快堵住我的蹊跷 我咳嗽着 干呕着 传入更多的湖水 最终争着言 不甘地沉入黑暗 我恨江家 恨江景怀 我不想死 我要报仇 滔天的恨意和痛苦再次将我包裹 我挣脱了这躯窍 再次站在院子中 望着远处熊熊烈火 脖梗被人勒住 套上了麻袋 从此刻开始 我将一遍遍感受死前的痛苦 一百年过去 我仍然怕得要死 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胡乱地拍打着凶手的胳膊 江景怀 我杀了你 我不甘地发出怒吼 既然将我抢入鬼域 为何不杀了我 而让我忍受这种折磨 恢复意识的我挣扎更加激烈 虽然结局不可更改 我仍然徒劳地撕扯着凶手的皮肉 企图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突然 我摸到了什么 黑暗中 我骤然双目大睁 不等反应 人已经沉入湖底 再来一次 我仍然被拖着往后走 我动作急速地抓住他的手 摸到大拇指上 这一刻 我如遭雷击 浑身颤抖起来 玉班纸 整个江家 只有一娘身边的总管带着玉班纸 不是将景怀的人 扑通 我再次被丢入湖中 这次我没有挣扎 静静等待兵死赶将我包围 再睁眼 我站在小院中 四周泛起浓浓的雾 远处是橘红色的火光 喊打喊沙声清晰地传入耳朵 有个身穿嫁衣的女子正被人用麻袋包住头 向后拖拽 发出凄惨的叫声 但很快就被嘈杂掩盖 这次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低头看着当年的我被人拽向湖泊 浓雾中 只露出一双枯瘦的手 死死拽住绳索 手上的玉班纸赫然是我猜测的那个 我快走几步 浓雾不简反增 我始终瞧不清凶手的真面目 这是根据我临死前的记忆而幻化的场景 只不过将我忽略的细节强化了 看不见也正常 即便如此 我还是歪腰提起脚边的尖刀 以防有其他的鬼怪偷袭 我无视了女子的惨叫 在四周细细打量 院墙很破 所谓的洗房不过是拿红林草草装点的小破屋 丫鬟端着一双精致的绣花鞋从院子中走出去 很快消失在浓雾中 当日 她不耐烦地走出屋 似乎真的拿了东西 我记不太清了 应该是将景怀聘礼中的 下人曾私下议论 说将景怀才大气粗 聘礼摆满了前院 可我所得到的 只有一件海散桥的过眼的嫁衣 我在世间游荡百年 低头再看 那嫁衣何止粗糙 连寻常人家嫁女都不会用这般低劣的面量 将景怀的东西 竟是一样都没送到我的房中 她真的是娶我吗 或者说 江家真的想过把声名狼藉的我嫁给江景怀为妻吗 江至于你可知罪 一道温柔的声音自天穷传来 我仰头满眼力气 你是谁 声音轻轻叹息 你寿命已尽 何苦留在世间为祸他人 我握紧手中的刀 冷笑 我不该死 你本就无辜 该入轮回了 那他们呢 他们无辜吗 我仰天呐喊 脸颊心红的血线开始剧烈滚动 欺我负我之人 下地狱了吗 你知晓之后 便会安心上路吗 我望向不远处滚滚的迷雾 语气冷立 给我打开 她叹了声 迷雾渐消散 我看到了丫鬟远处的背影 匆匆跟上 她是飘着的 可见已经化作天和合体的鬼 一遍遍重复生前的事 那些野鬼的记忆拼凑在一起 就是我要寻找的真相 我跟着她进了姨娘的院子 看见张灯结彩的洗房 金碧辉煌 灯火璀璨 我的二妹身披嫁意 流光一彩 扭头看向窗外 耳垂上点了颗 与我一模一样的小智 原来她们骗过江景淮 要二妹带我嫁她 朱钗勾住了盖头 遮住二妹的半张脸 她不善晚发 折腾半天 发丝凌乱地从房中跑出 望向远处的火 尖叫 娘 怎么了 姨娘两眼空洞 站在门前 呆滞地重复一句话 我要将至于场命 话落 墙外传来江景淮的声音 似通淫乱 沉堂 大门被人破开 她们将将誓言从里面拖出来 套上麻袋拖走 姨娘亮枪拽住牙翼的裤脚 被一刀抹了脖子 晦气 朝廷要你死 我可留不得你 姨娘的尸体被一脚踹到二妹脚下 二妹眼睁睁看着眼前这一切 彻底疯了 她抓起刀 一边尖叫 一边冲出门去 我紧跟她脚步 走到外面 突然顿住脚 江景淮身着大红欢服 站在火光中 双眸沉静地对着二妹伸出手 阿渝 我来接你了 二妹拎着刀 一步步走过去 江景淮眸光柔和 引有泪光闪烁 阿渝 别怕 你该头都歪了 我替你扶 正自卫出口 尖刀已从她胸口扎入 穿背而出 江景淮眼神错愕 缓缓低头 盯着胸口的那柄尖刀 脸色瞬间煞白 二妹疯了斑 抽出来又捅了一刀 尖叫着 剑种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江景淮渐渐染了身子 跪倒在地 徒劳地抓住二妹的嫁衣 哀求道 阿渝 对不起 别杀我 二妹大笑着 壮若癫狂 江家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既要娶我 为何杀我爹娘 我爱你 滚 能娶我 是你天大的福分 不听话的狗 杀了便是 他举起尖刀 不要命的一刀又一刀刺入江景淮的身体 不听话的狗 我不要了 哈哈 爹娘 我给你们报仇了 阿渝 江景淮的喉咙已经吐不出连贯的话语 他咽下血 努力张嘴 你当年救我 跟救狗没有分别 咔嚓 尖刀划开了江景淮的腹部 自后被一劈两半 他满目哀痛大声 最终视线停留在暮色深处 失去了神采 血尽染了土地 他的尸体千疮百孔地躺在血泊中 心被人弯出来 身体已不成人样 二妹一脚踢翻了火油 熊熊大火卷上幽暗的天空 将罪恶彻底吞噬 这是当年我沉入池塘后发生的事 漫天的大火中 我发出恶鬼嘶吼 无助又绝望 幻境破碎 我站在白骨上 提着刀 正正看向前方 荒芜白骨地上 白衣的江景淮鲜血浸染 脸色苍白 眼底燃着滔天的怒意 他被我拽入天河河底 跟我一样 重温死前的回忆 只不过他更惨 死无全尸 此刻怕是将我 挫骨扬灰的心思都有了 我们谁都没说话 江景淮朝着我 迈了几步 进而越走越快 我浑身颤抖着 握紧了刀 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来 眨眼江景淮静在直尺 江景 他凶狠地掐住我的脖子 就在我以为他要下手杀我时 江景淮突然低头封住我的唇 激烈而强势地攻陷了我的理智 他知道了 丹朗 长刀坠地 我被迫后退几步 撞在一棵不开花的枯树上 像个疯子似的 又哭又笑 我胡乱抱住江景淮的后背 回应着他 最后因喘不过气 咬住他唇半哭出声 放开 他声音沉冷 抵在我额头 让我轻 然而我的眼泪如河水决堤 再也收不住了 我用一百年 将自己变成一个疯子 一遍遍折磨我的爱人 愧疚自心底喷涌而出 理智一愧千里 江景淮不顾我的崩溃 扣住后脑 与我唇齿丝磨 仿佛要揉进骨穴 四周的刚风 应将景淮的情绪波动 而呼啸作响 白骨被卷积如风口 消散于无形 我揽住他的脖子 攥紧手中的铁链 拉低了将景淮的脖子 好让我们靠得更近 站在一望无际的白骨中 我抚上他的脸庞 今年压抑的汹涌爱意 早已如绝堤的河水 肆意流淌 树下的朱情 开了 少情 红色燎原 覆盖过茫茫白骨 一望无际 将至于 你仇恨已解 该入轮回了 浓情密意不合时宜的 被你人打断 我抓住将景淮的衣巾 贴紧了些 紧张地四处张望 将景淮捏住我的下巴 别理他 他顶着我的鼻子 轻腻小拙 无休无止 你生沉寂半天 带了怒气开口 将景淮 闭嘴 将景淮眼底闪过一丝不耐 抬眼冷漠地看天 本君在 谁也带不走他 你们言而无信 将景淮冷笑一声 鬼不讲信 我枕着他胸口 闷闷地说 我也没答应他 你生一烟 似乎被气狠了 一张银白的大手 自苍穹投落 直冲我而来 我做好死扛的准备 将景淮却对着他说了句 你做的那些脏事 要本君说出去吗 大手骤然在我们头顶停住 权衡了很久 不甘心地笑叫一声 消散于无形 风渐渐停了 我站在花海中 仰头问江景淮 他做了什么脏事 并不是人人 如我们这般幸运 从别人的幻境中 发现真相 他靠怨恨为生 希望我们彼此恨着 那为什么放过我们 将景淮低下头 继续未完成地吻 他欠我的 从天河出来时 岸边已经占满 密密麻麻的小鬼 鬼将神情复杂 一脸不愤 将景淮牵着我 从他面前走过 鬼将语气吭腔 属下无措 将景淮停住了 侧头冷淡地盯住他 就在众人以为 他会如以往 叫他起身之际 将景淮抬起脚 将他踹进天河 众鬼进入寒蝉 将景淮目光扫过全场 道 杀他如杀我 明白了 明白了 他们看我的眼神 都变了变 显然被江景淮 吓得不轻 我没想到 江景淮的臭脾气 说发就发 不敢说话 中间隔着太多的误会 我不想好不容易 稳定的关系 再次分崩离析 回宫城的路上 我认真打亮起 漂浮的小橘灯 伸手戳了戳 将景淮按下我的手 别动 小野菊不是为我挂的 我跳起来去够 将景淮将我夹在胳膊下 一言不发地拉入大殿 等回过神 我已经被扔进软杖 慌乱间 不小心拽住 将景淮脖子上的铁链 将他也带进来 四目相对 我脸疼得烧红了 抵不住将景淮的视线 转移话题 我 我给你解开 别动 他魔光暗沉 握住我手腕 放进怀里 就这么待着 他的指尖 细细抚摸过 我颈部的细痕 对不起 从前你说陈堂 我只当你怨恨 我害了你兄弟 三年未见 大婚之夜的二妹 半面掩在盖头下 半面浓妆 留下与我相似的眉眼 和耳垂上伪造的一颗红痣 将景淮不带分辨 便被他乱刀捅死 尸身四分五裂 死状凄惨 他后腰之下 不许触碰的伤痕 便由此而来 我伸手轻轻盖在上面 抱住将景淮 问 疼吗 疼 将景淮嘴唇颤着 在不知道真相以前 你每碰一次 都钻心入骨的疼 于将景淮来说 将家欠他太多 屋中热浪翻滚 我们发似纠缠不休 这么多年 为何不杀我 不舍得 他眼神虔诚又深情 我总想再问问你 有没有爱过 我成了将景淮的夫人 终日游荡在工程中 看小橘灯在天空中 起起伏伏 将景淮的心丢了 他不肯说丢在了哪里 我怀疑 落在了天河河底 因为做鬼的都喜欢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藏在水中 比如我藏在后院 人鱼巢穴中的记忆 需要靠鬼君的血 才能唤醒 将景淮说 和神欠他的 是不是他的心 也托付给了和神 我坐在天河边 突然伸手划破掌心 滴下一滴血 没有动静 我不信邪 又滴入一滴 白骨滚滚东去 我像个傻子 吹了一整日的风 最终丧气地溜回宫城 找将景淮 店中的小鬼 再次见到我这个红衣女鬼 仓皇四窜 我闪现在将景淮怀怀里 压住他的桌案 弄乱他的笔墨 将景淮将我胳膊扣在身后 别闹 然而我心情实在不佳 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铁链 店中哗啦作响声不绝 他还没理我 我掏出钥匙 插进锁孔 将景淮一把就将我抱住了 夺下钥匙 正视着我 说吧 想干什么 我和他冷声冷气 呛了百来年 不太习惯和谐相处 闷了半天 说 你离离我 将景淮就是个 不爱讲话的性子 我做爱因的时候 他对我爱搭不理 如今两只鬼搭伙过日子 长得忘不到头 不说话如何打发时间 将景淮沉思一会 你不是想看小橘灯 你不让我看 将景淮招招手 小橘灯就飘进来 我说 我不要在这儿看 去房顶上看 好 将景淮抱着我 上了房顶 硕大的名符工程 尽收眼底 天河摇挂 美不胜收 遍布在工程各处的 小橘灯 瞬间自无数个角落升起 向我们聚集而来 像壮丽的银河 将景淮扫过 所有的小橘灯 挑中一盏 勾过来 小灯暖轰轰的 凑近能看清 小灯内侧的图画 是当年 将景淮趴在地上 我蹲着 替他擦雾泥的场景 这是 我的记忆 将景淮拨落过一盏 眼底倒映着金色的星河 每当我快被仇恨蒙蔽的时候 就看看我们的曾经 我一遍遍提醒自己 不要恨你 厉鬼生于怨气之中 罪意成为被仇恨操纵的傀儡 一旦失去理智 就会变成可怕的行尸走肉 我一盏接一盏地看过 有年幼的江志余 也有阿英 最亮的一盏里 是我仰着头 兴高采烈地说 景淮 将景淮 小姐是鱼 阿九是水 如鱼得水 将景淮抢过去 将其推入星河 我看着逐渐融入星河中的那一盏 弯起眼睛笑着问他 你是不是很久之前就喜欢我了 将景淮倾壳一声 没有说话 我随手又扯来一盏 将景淮骑在骏马上 身着红衣 面容冷峻 这是他娶我那日 那天 是我的生辰 将景淮声音淡淡 我想接你回家 一起过 然而等来的 是横死当场 将景淮双手抱息 弯唇看向夜空 我始终不相信 你是骗我的 幸运的事 我猜对了 我不知道 将景淮那些年 是怎么熬过来的 满怀仇恨和压不住的爱意 在漫长的岁月中 只为求证临死前 听到的几句话 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我手背上 将景淮替我擦泪 被我咬住手背 用力咬破皮 落下印记 他也属于我了 他笑了笑 你是红利鬼 我当然知道我是红利鬼 他垂眸 亮出伤口 这三天 你来保护我 我才想起 被我咬一口 将景淮有三天虚弱期 于是我甜不知耻地 把他扑倒了 自那以后 店外的小鬼偷偷给我起了称号 色中恶鬼 毕竟把他们鬼君 锁在店中三天 没有出门的光辉事迹 已经传遍整个鬼 狱 第三日 鬼狱中来人了 江景淮正在熟睡 我悄悄下床 穿好衣服 去了前店 小鬼介绍了半天 我烦躁地打淡了他的话 什么官 判官 判谁 判鬼君江景淮 小鬼凑在我耳边 说 他们是明府来的 不好得罪 若是将明府的人 比作皇帝和朝臣 江景淮便是 占据一方的诸侯 他犯何事 我占据江景淮的主作 翘腿等他说话 判官翻过手中的笔录 不急不缓到 初八那天 开鬼门 痴生魂 罪孽深重 当下地狱 他查到一半儿 突然顿住 抬头 阿英在哪 我就是 判官和尚笔录 跟我走一趟 判官大人 我眯起毛字 虚虚打烂着他 你可打听过 于林村的村民 干过什么事 判官冷着脸 不归我管 我轻轻嗓子 慢悠悠踢着腿 少女轻尾 十六嫁入于林村 夫君常年在外 他独守家门 深夜数名村民 闯入家中 无他清白 轻尾哭诉无门 反被村民污蔑 不守妇道 八光衣服游街示众 证人是隔壁的婶子 刑刑者是全村百姓 他不堪受辱 跳入湖中 其丈夫归家 悲痛欲绝 荡夜票胡殉情 这样吃人的地方 留着干什么 判官说 轮不到你来主持公道 怎么办 我答应亲尾帮他报仇 我咧嘴一笑 厉鬼答应的是 不办不行 判官伸出黑色长链 而话不说就要锁我 长链半空被一道薄薄的雾拦住 大人锁他 可曾问过本君 将锦怀凭空挡在我身前 欲白的手叙叙一抓 铁链便断成竖节 掉落在地 判官冷下神色 鬼君 不要太过分 本君当初与你们达成交易 他在人间犯下的任何事 由我来担 要杀要寡 但凭处置 江锦怀 他要魂飞魄散 你以为能抵得住 我心底咯噔一声 钻紧了江锦怀的袖子 之间判官重新打开笔录 将至于百年间 杀数十人 一人一刀 鬼君大人 您的心可经不住下一刀了 原来江锦怀用自己的心 与明府做了交易 红利鬼出生之际 凶煞最盛 那时我整日在人间游荡 挑选复兴男杀死泄愤 江锦怀阻过我 我只当他与别人沆瀣一气 却不知 一切罪责 都有江锦怀替我担下了 我的债自己底 用不着他 话没说完 江锦怀将我们头一捆 送客 鬼君 你好自为之 大殿中静下来 江锦怀先开外袍 对上我一双枯花的眼睛 你的心呢 江锦怀一言不发 默默给我示泪 我捧住他的脸 语气颤抖 我让你替我抵债了 我愿意 江锦怀那副不容之会的语气 彻底激起了我的脾气 我疼得站起来 瞬间消失在大殿中 江锦怀追至鬼域边界 将我拦下 你干什么去 我双目星红 煞气四溢 去把你的心抢回来 江锦怀捂住我的手 放在胸口 已经是你的了 他浅淡的同仁中装满罕见的真挚和紧张 我不要 我朝他怒吼 我要完完整整的你 名府不给我 我就掀了名府 小姑娘 你不掀 本君也要来走一趟的 鬼域的边界骤然掀起巨浪 灰尘尘的天掀开一个大口子 口子里走出位不起眼的轻衣书生 我却在那一瞬间死死盯住了他的脸 是湖底的书生 当日我为厉鬼 我然经过渝林村 一人鱼可怜兮兮扶在岸边 光泽暗淡 我停下脚步 问起缘由 人鱼说他叫轻尾 被村民逼死后 夫君为他殉情 长眠湖底 我动了侧影之心 答应救他一命 江锦怀的血 是滋补尸身的好东西 我给了他匕首 要他引导 爱因杀死江锦怀 这样既能达成我的目的 也可救他的心上人 可是我竟然不知 此人就是阎罗 江锦怀第一时间 拉着我护在身后 不嫌不淡地开口 阎罗大人 阎罗唇角带笑 鬼君新婚 眉带鹤礼 恕罪 我眼睛眯起 四周风起 昭示着我的敌意 江锦怀安抚性地 拍拍我的脑袋 一本正经地 跟他谈天说地 你吓到我妇人了 阎罗未押一收 抱歉 小夫人 他似乎不记得我了 物质与江锦怀谈天说地 这次是来同鬼君商量个事 阎罗入殿 自然而然地坐在了高位上 江锦怀微微一笑 也不恼 大人请讲 既然债底不了 就拿小夫人的心 一起底 江锦怀的笑慢慢将在脸上 哪怕生辰那日 被我一刀穿心 江锦怀也没这么恼怒过 冥界的天空乌云齐聚 仅有的一丝天光被阻隔在乌云之外 刹那天地变色 江锦怀声音很轻 提醒道 阎罗大人 这是我的地盘 所以才要跟鬼君好好商量 他语气和缓 外头瞧着我 小夫人 多谢你帮我的忙 我身子都僵了 两眼泛着幽红的光 压住想把他撕成碎片的冲动 阎罗勾纯 要不是你 我还不敢确定手里的把柄 是不是真的 无心之人 呵 无心之人 自然不是一个完整的鬼 对上阎罗 毫无胜算 我夫人的事 没得商量 江锦怀与其温和 然外面刚风四起 已经昭示着他动了怒 请回吧 阎罗眯了眯眼 你不要命了 我魂飞魄散之日 诸鬼随我一起沉入天河河底 做天河神的下酒菜 想来你也不想看见天河神羽翼见风 拆了您的阎罗垫 阎罗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 我敏锐地抓取了关键词 天河神和阎罗有救援 趁着他们说话的功夫 我顶着刚风飞向天河边 这次我没有犹豫 一个猛字 跳入天河 原以为要再经历一次生死 我却稳稳落地 站在白骨上 不远处是鬼将赤红着双眼 提刀向我砍来 我一把拦住他 鬼君有难 你消停一些 鬼将笨拙地绊了一脚 站着不动了 我仰头对着上空大喊 天河神 阎罗来了 回应在白骨堆中传出很远 过了很久 你声响起 哦 我帮你报仇 原本反应平淡的天河神 顺驾接住话头 你拿什么帮 如我所料不错 你劝我入轮回 便能为你自己 记下一笔功德 他娇笑出声 没错 只要我脱离河底 阎罗之位就是我的 作为交换 你帮我把江景怀的心抢回来 一个明晃晃的人影 出现在眼前 模糊到看不见面孔 小姑娘 入了轮回 就再也见不到江景怀了 人鬼殊途 永世隔绝 话虽有劝阻之意 可难掩他语气中的兴奋 我不怕 江景怀的心落在别人手中一日 我良心难安 不就是回去做个人吗 你人围着我绕来绕去 最后贴在我脸上 说 可是你有孕了 怎么办呀 什么 我呆愣在原地 你人戳了戳我肚子 小公子 哈哈 好狠的心 孩子不要了 他最终停在我面前 光影凝聚 变成一美丽的女子 你不怕在你走后 鬼欲有了新的夫人 虐待小公子 他不会的 鬼将立在原地 指着远处的红色花海 每当他痛得很了 就会坐在天河边 胸口流出的血 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珠景 鬼将雨雕干涩 他在天河边 坐了一百年 才有了花海 只是 开不了太久了 血 总有流尽的一天 我心口一疼 扭头望着你人 他明白我的意思 放心 等你生下小公子后 我再来带你走 随着我硬下 一股暖流贯穿我全身 女生自我脑海深处传来 带我去见阎罗 回到岸上时 沙土四起 将景怀已经动起了手 和阎罗打得难舍难分 他受了很多伤 万千小橘灯被护在身后的屏障里 安然无恙 我的身体不自主地动了 几乎一个闪身 横跟在他们二人中间 一掌劈在阎罗胸口 阎罗猝不及防 栽落下去 亮呛几步 神色阴沉 天河神 女子哥哥笑着 送上门的肉 不吃白不吃 放你再活几年 就不好嚼了 阿渝 将景怀声献发紧 我听见了 却回不了头 阎罗眯眼 转而攻向我 天河神和阎罗陷入憨战 白骨在脚下绵延千里 化作阵脚 拟人笑出声 看着阎罗唇角流出的血 道 把他的心拿出来 我就放你走 做梦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两人旗鼓相当 几个回合下来都找不到破绽 某个瞬间 我突然鬼使神拆斑开口 轻微他还好吗 阎罗动作一顿 瞬间被天河神一箭穿胸 鲜血挥洒 阎罗发出愤怒的吼叫 双眸心红 不要命地朝我的胸口攻来 他想弯出我的心 可严重的伤势 进一步拖垮了他的动作 加之将景怀从旁进攻 他不敌败落 逃至鬼域边界 阎罗的伤口处 暴露着一颗跳动的心脏 天河神一指 那颗心便从胸腔中跳出 落入手中 阎罗脸色铁青 还给我 将景怀一掌将他拍出鬼域 边界缓缓闭合 小姑娘 我答应你的做到了 你答应我的也别忘 说完 暖流瞬间撤离 我捏着热腾腾的心 愣了一会儿腿一软 栽下去 将景怀及时拖住我 稳住身子 在狼藉遍野地鬼域 我举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 说 江景怀 我把心给你要回来了 那天说完之后 我就晕倒在地 再醒来 发现江景怀把我关起来了 我气得发疯 赤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 江景怀回来看见我 不由分说将我看回床上 套上罗袜 我要出去 不行 他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 甚至因为脖子上的铁链 反向感知着我的动向 如今江景怀实力愈加强大 轻轻一个眼神 便压得我半步迈不出去 不许乱跑 江景怀 你脑子里只有孩子 你个负心汉 他从耳不闻 抵住我的脖子 细细摩缩 不想我把你锁起来 就乖乖听话 见我气得像个扎毛狮子 他补充一句 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之后江景怀不知道再忙上门 一连几天都不见踪影 陪着江景怀的日子 过一天少一天 我眼巴巴等 终于有一天 忍不住了 在他出门前哭着喊 你能把我带着吗 江景怀略略一想 解开静置 牵着我的手 不许离开我半步 他照旧忙活鬼欲的事 我不感兴趣 就依着他小气 没心没肺的我 恢复了阿英的性格 喜欢跟在江景怀屁股后面打转 临盆前几日 我带着肚子 将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小屋 门前一簇簇猪锦 傲然盛放 推门而入 是熟悉的场景 阿英和江景怀的小屋 其实我与他做寻常夫妻 绝暗其眉的日子 便是那个时候 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面 用苍绿的葱花点缀 猪油香满意 他不解的看我 我给你补一个生辰吧 坐在桌前 我捡起筷子塞进江景怀的手中 趁热吃 江景怀眼神柔和下来 尝售面 欲 我希望 你平安 江景怀慢慢嚼着面条 抬眼 你也是 每年生辰 都要帮我过 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深吸一口气 低头指指肚子 他呢 他也是 江景怀的毛字罕见得浮现明光 默默低头吞下整碗长寿面 还有吗 我撇撇嘴 取笑他 笨蛋 长寿面只能吃一碗 江景怀没再跟我要 笑了笑 那明年再吃 在这种事上 他最信我 我心里呀得慌 努力不去想江景怀离开我之后的日子 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我还未买出门 腹中便传来剧痛 江景怀最先察觉到不对 将我打横抱起放在小榻上 很快 我的汗水浸满衣衫 有着唇躺在屋中 鬼君夫人担子 声势浩达 很快小屋里挤满了小鬼 进进出出 都躲着跪在床边的江景怀 鬼生小孩不会死 只会疼 我起先哼哼唧唧的 后来便抓着江景怀的手 哭得十分狼狈 他不注地给我擦汗 浮在床边 阿鱼 阿鱼 我凭着一口气 江景怀 你过来 他一言凑过来 我深情慢迈地轻拂他的脸 往下 一到他的脖梗 咔嚓一声 铁链开了 江景怀一愣 眼睛渐渐转为惊恐 阿鱼 他声音发颤 突然攥住我起开铁链的手 问到自己的喉咙上 锁回去 马上锁回去 只听婴儿的一声轻提 我松松垮哭地泄了劲 养足精神 笑着说 小鬼不会死 但你要好好养 江景怀脸色苍白 捧着断掉的铁链 徒劳地往脖子上扣 阿鱼 我带着呢 不准丢下我 饶是神通广大的鬼君 也抓不住红利鬼的锁链 他渐渐消散了 婴儿的啼哭传出很远 我不想跟你受苦了 江景怀 你忘了我吧 一道温暖的白光 将我慢慢包裹 江景怀怒吼一声 双眸瞬间心红一片 挥袖拦住白光 滚 然而无济于事 你人叹了口气 挡下江景怀的攻击 愿有一截 他与你再无瓜葛 不 阿玉 江景怀扔攥着我的手 皮肉被白光灼伤 露出森森白骨 我狠狠心 强正拖他的纠缠 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江景怀遍体鳞伤 人固执地朝前爬着 两眼流下血泪 将至于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以鬼君之名发誓 生生世世 与你纠缠不休 你人语气温软 却聚聚如刀搁着江景怀的肉 人鬼殊途 你若忍心看他 世事因你早要 尽管去寻 最后一眼 江景怀悲痛欲绝 呕出一口鲜血 我恋恋不舍地闭上眼睛 此生缘分已尽 再无来生 我将将至于 急急之年 突然患上一种怪病 村里都说我是肺牢 咳嗽不止 全靠药汤子吊着 前不久 隔壁镇子上的阴阳先生 经过此地 说我硬堂发黑 须找人冲喜 我爹娘是信奉鬼神之人 次日着急忙慌就将我嫁了 说来也奇怪 到底哪家的不长眼 敢娶我这么个病秧子 没想到 竟是个有钱的公子 大概是脑子不太好 第一眼见到他 我就吓了一大跳 那公子枝澜玉树 折仙容貌 一张手帕便是寻常人家三年的口粮 便是他快要死了 拿人冲喜 也轮不到我这种穷山屁壤里 出来的小丫头 更别提他此刻 身体康健 不像有病之人 相处一刻中 我便知道此人不爱笑 对我一冷淡至极 刚见面 便拿暗沉沉的毛子盯着我 叫我毛骨悚然 我没见过世面 想躲 被他强势地捉住下巴 不许怕我 可怎么做到真正不怕 动防花竹叶 他差点把我吃了 我吓哭了好几回 最后抱着他撒娇 才勉强合了眼 要说他喜欢我吧 不太像 那种眼神我见过 我们村里的老光棍跑了媳妇 就这么看人 满腹幽怨 无处疏解 他是不是怕我跑了呀 我拽着他袖子 认认真真地说 夫君 我身子不太好 跑不远的 他看我半天 突然轻斥一声 抽出袖子 闭嘴 我愣了一下 回到屋子里便红着眼睛哭出声 他这是厌弃我了 明明昨夜还亲我呢 今天就骂我 当晚 我就收拾行李回了娘家 晚上哭累了 昏天黑地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 饿醒 出门吃饭时 遇见了阴阳先生 他与爹娘相谈甚欢 扭头一看我 一口冷茶喷出来 你怎么硬糖更黑了 我莫名其妙地摸摸额头 便听那阴阳先生尖叫起来 有鬼 有鬼啊 还没说完 他原地晕过去了 这下连爹娘都紧张起来 闺女 你是不是沾上不干净的东西了 我仔细回忆 只能说昨夜回娘家的路上遇见鬼了 这时 门被敲响 爹去开门 发现夫君站在外面 将紧怀成着脸座衣 岳父大人 阿渝昨夜与我闹了些矛盾 我来接他回家 他说得好听 我哪敢跟他闹别扭呀 分明是他骂我 我爹松了口气 将沉默地我往外推 男人好 杨气旺 快快回去 晚上有他陪着 我们放心 我拎着包袱站被人从家里扔出来 嘟着嘴 你凶我了 他接过包袱 醋梅 我哪凶你了 你就是凶了 你让我闭嘴 他唇角挑起微小的弧度 以后不凶了 真的 那以后睡觉也不能那么 闭嘴 你看 你又让我闭嘴 我气鼓鼓地走在前面 念叨了他一路 到家时都没头都皱成小老太太 直到进门 才想起阴阳先生的话 回头挡住他说 他们说我硬堂发黑 咱们拜一拜神仙吧 他脚步一顿 眼底闪过不悦 不必 可是 我再次红了眼睛 你怎么这么爱哭 江景怀俯身 细细打量着我 你嫌弃我了 我小声控诉 还不顾我死活 他那张俊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 半赏放弃了争执 丢下去 想败就败 我沉迷于请各路神仙入家门 但无一例外 要么是在进门时磕碎了 要么是不小心碰在那个棱角上 四分五裂 半个月后 我悟出一个道理 紧张兮兮地跟江景怀说 夫君 我觉得是咱们家里不干净 江景怀脱衣上他 丝毫没啥反应 无 不干净 我跪坐起来 严肃道 你认真一点 我说真的 江景怀撩起我尸发 脚干 不用害怕 不会死的 你还是不信我 我信 江景怀停下动作 认真的看着我 我就是鬼 我呆呆地看了他一会 啪 不禁仍在江景怀那张俊脸上 黑着脸面朝里躺下了 欺人太甚 他不信我就罢了 还拿这种小孩子才信的东西哄我 我不要给你生孩子了 你也不许碰我 这是我对他的惩罚 江景怀在外面躺下 搂着我 早点睡 我气性大 没几日又病了 高烧不退 梦里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 还梦到了断头鬼 我怕得很 只好紧紧抓住江景怀的手 不让他走 他熬了汤药 苦涩难喝 我不想 他便一勺勺地哄着我咽下去 可是这场病来势汹汹 我肉眼可见得虚弱下去 醒来的时间越来越少 兴许 阴阳先生说的是对的 我是个薄命之人 嫁谁谁倒霉 我枕在江景怀腿上 自怨自爱 我没有福气 不能跟你长相厮守 我可能要先走一步了 江景怀替我擦掉额头的汗水 说 不会 我在那边等你 我吓了一跳 抱着他的手 喊 你不要想不开啊 你正直壮年 可以再去 不要为我殉情啊 江景怀眼神罕见地柔和了下来 睡吧 睡一觉就好了 等再醒来 已经站在了明府 这个我来过无数次的地方 只不过这里的主子 从我几世以前 就换了人座 据说原本的阎罗峰了 日日念叨着轻微 在鬼界游离 如今掌控明府的 是新主人 我一眼看见坐在上手的江景怀 尖叫着抄起香炉扔过去 小鬼们抱头鼠窜 嘴里念叨着 又来了又来了 几十年就来一次 快跑快跑 我气急败坏地杀到江景怀面前 有牙切齿 你又把我害死了 江景怀在生死簿上勾掉一笔 他眼温和地望着我 嘴角勾起 夫人 时事结束 可以回来了 当年我与天河神约定入轮回 倘若天河神坐上阎罗的位子 我就得生生世世在轮回中打转 那和我走的第三年 江景怀造反了 那日整个明府腾起一轮血月 江景怀自湿山血海中 杀出一条生路 手刃阎罗 镇压天河神 他生前惨死 煞气极重 百鬼拜扶 自然有能力顶替他们掌控明府 现今将景怀已坐上了阎罗的位子 全是滔天 他心肠又硬 每每等我入了轮回 便亲自现身 先将我迷得神魂颠倒 又不动声色地克死我 可恨至极 如今时事为一轮 他必不可能再将我放走 我还想借机敲诈一笔 突然被其他的事吸引了注意力 母亲 一个小孩栽着两个朝天变 虎头虎脑地从桌案下钻出来 我瞬间摆出一张笑脸 是一塌跑来我身边 阿乔亲亲母亲 他奶声奶气地搂住我 巴 激轻了一口 江景怀笑着瞧我 不动声色地揪住我的名字 从生死步上扯下来 你辛苦打下的江山 不是这么用的 然而我太知道江景怀的性子 很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说要圈着我 纠缠生生世世便也做到了 即便投胎成人 不能长久 还不如做鬼 走吧 今夜炖了你最爱的泄粉 江景怀让阿乔 骑在自己脖子上 左手牵住我 走向远处 星火灿璀璨的工程 工程的角落 重满盛放的红艳艳的朱景 天空中飘着数以千计的金色小橘灯 江景怀 你为什么喜欢朱景 因为像你一样 阿乔开心地挥舞着手臂 咯咯直笑 江景怀垂眸 眼尾撒下温柔的光辉 你为什么喜欢野菊 我灿然一笑 像你一样 那个撂翘的春日里 一身傲骨 永不服输的少年 最终平平安安地站在了我身边 爹娘 阿乔要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稚嫩的铜声随风飘荡 远处花海素素 万千的小橘灯 江工程照得亮如白昼 在某个无名的角落 一盏散发的微弱光芒的小橘灯诞生了 他打着悬儿 缓缓飘向夜空中璀璨的星河 方外 在江景怀掌控鬼域的第八个年头 工程因小橘灯过多 常有走着走着摔跤的小鬼儿 江治愈是个体面鬼 不能容忍整天出门 鬼头满地乱滚 而且这样对阿乔的成长十分不利 于是他提出 要与江景怀分房睡 江景怀提笔的手一顿 淡淡抬眼 不好 铁链在他的一意孤行下 重新扣回脖子 他十分享受被江治愈管着的滋味 分开半刻都不行 江治愈拨弄了空中飘来一盏又一盏的灯 语气不善 万一哪天阿乔被绊了 有你后悔的时候 江景怀不为所动 夫人 他是个鬼 不怕磕瓣 在身份这种事上 江景怀一项记得清清楚楚 尤其不赞成 江治愈教惯孩子 正说着 江景怀的指尖又诞生了一盏 江治愈打眼一瞅 尖叫起来 你变态 我就跟你说话 你记下来干嘛 抱歉 我管不住 这是他的鬼术 亦是信仰 早已超脱他鬼力的控制 而且江景怀并没有遮遮掩掩掩 只要江治愈还存在这个世间 他的心就是暖的 哪怕说一句话 都会深深刻进脑海 江治愈哭无泪 真的 分开吧 累了 咔嚓 笔杆子又断了 每当江景怀要发脾气的时候 手中的笔就会惨遭突入 江治愈两三步逃离大殿 在即将出门之际 被凭空出现的江景怀捉住 死死禁锢在怀里 松开 光天化日 万一被阿乔看见怎么办 江景怀侧头 轻轻咬在江治愈耳锅 温热的气息在耳朵里打悬 他进不来 店外早已下了静止 阿乔那小子 此刻正跟鬼头玩得不亦乐乎 拿他们当球踢呢 江景怀并不打算让江治愈知道 他过于关心阿乔却疏忽了 他将景怀的血脉 诡于未来的当家人 并非像人类一样脆弱 江治愈正抵着他的胸膛苦苦哀求 收连点吧 我腰还酸着 江景怀敏锐捕捉到他眼眸深处的脚匣 不为所动 想些些 暗 好办 他慢条丝里的低下头 擒住江治愈的唇瓣 轻轻撕磨 手覆盖在他平坦的小腹 再生一个让你休息 沉溺于鬼色的江治愈骤然清醒 大惊 狡诈之徒 其实江景怀一直都尊重他的意愿 只是偶尔提一下 多半带着动弄的心思 江治愈回神 盯着江景怀唇角得逞的淡笑 发现自己又被耍了 尖叫着扑过去 一口咬在江景怀搏梗上 让他虚弱三天 必须分防睡 江景怀没有阻止 闭眼感受到熟悉的虚弱感再次袭来 无声叹气 一年到头 想取而代之的鬼怪比比皆是 少不了打斗造反 旁人进不了周人三寸 但他身上独独留下江治愈的咬痕 到晚 江景怀黏黏的躺在帐子里 江治愈不知所踪 不一会 一个小脑袋鬼鬼祟祟拱开软杖 钻进来 爹 你生病了 阿乔一双黑宝石式的大眼睛闪闪发亮 江景怀缓缓睁眼 看着儿子天真无邪的面孔 咳嗽两声 语气平淡 是啊 爹病了 你要好好照顾你娘 严不严重啊 阿乔神色一紧 倒也不是很严重 江景怀唇脚牵起一个微不可查的弧度 顶多 魂飞魄散 你没爹了 阿乔这辈子没听过如此恐怖的鬼故事 吓得嚎啕大哭 江景怀稳坐钓鱼台 爹陪着你娘的日子不多了 而你 还要给他养老送终 呜呜呜 阿乔明白了 阿乔不像你一样短命 这就让娘来多陪陪爹 江景怀一脸慈爱 乖 你是个孝顺孩子 去吧 不大一患 院子里传来江志余妈妈咧咧的声音 我看哪个天杀的敢骗我儿子 咣当 门被踹开 江志余一身娇俏的红 如一抹明艳烈火闯入室内 烛火照应着她娇嫩动人的脸 同时照清了她眼中的怒涩 当真 美丽动人 江景怀微微一笑 夫人 来了 江志余来到床前 眯眼 你要死了 不见夫人 相思断肠 的确要死了 江景怀侧卧软床 衣服不知有意还是无意 领子松散开来 俨然一个慵懒自已的贵公子 江志余心里暗漫一声 江景怀这丝确实不怀好意 知道她好这口 变着法子勾搭她呢 她勾搭了许多年 江志余就上勾了许多年 一勾一个准 江志余倒嘴的话硬生生咽下去 手一痒 扯起铁链 我吃饱了再走也不是不行 江景怀得逞的轻笑出声 情意正浓 正要宽衣解带 突然脆生生的嗓门 止住了二人的欲念 阿乔脸上挂着泪痕 吭哧吭哧爬上床 带着哭腔 阿乔想了想不对 娘见不到爹 阿乔也见不到了 所以阿乔也要陪着爹 江景怀唇角的笑意一将 引有磨牙声传出 阿乔真孝顺 一句话 被江景怀从牙缝里挤出来 江志余扑吃乐了 江景怀 你这就叫自作自受 活该 但他忘了江景怀是个不达目的 是不罢休的人 只见江景怀揽住他的细腰 低声又哄阿乔 爹的病 你娘能治 但不能被别人看到 阿乔被哄得一愣一愣的 能治好吗 能 你让爹和你娘睡一晚 明天就好 阿乔擦掉眼泪 真的 真的 江景怀不等阿乔反应 已经招招手 阿乔便被什么东西提着 一路飘到门口 门打开 阿乔被丢了出去 喂 江志余还没来得及控诉他 就被按道堵住了嘴 第二天 阿乔把他爹的话 当成骑士大肆传扬 不出一日 整个鬼域都知道 阎罗大人为了与夫人 行归防之恶 把小公子骗得一愣一愣的 江志余自觉成了诸鬼眼中的笑柄 彻底与江景怀决裂了 走出鬼域那天 江志余特意穿了件乌乌黑的群衫 打一柄骨指伞遮日头 他许多年没去过人间 数百年须于极势 站在熙熙攘攘的人间 有些无所适从 不知不觉 便来到了江南 梅志余速速降落 不见日头 江志余收了伞 在雨中漫步 雨滴落入他周身几寸之地 自动消散于无形 转过几处桥 江志余停在一处破旧的老宅前 草木窟窿的痕迹从文缝中窜出 迎风摇摆 没想到 他仍然屹立在此 此时有路过女子打着伞匆匆跑过 与同伴思雨 可要离此地远远的 听说这是一座鬼宅 修缮之后便频频死人 晦气 江志余成瓶片刻 已经猜到了里面的情景 他没有走正门 正门从来不是他走的 绕到后院 在一处破损的白墙前停住 作为一只鬼 窗墙而过稀松平常 但江志余却选择了翻墙 爬过墙头 轻轻一跳 落在泥泞的地上 入眼是干涸的小池塘 阴下雨 湖底积攒了一片不大不小的泥闹 他转头 看向院里的小房 似乎尚未来得及被休憩好 屋主便横死家中 因此 腿圆断壁之下 依然保留有当初的风貌 数百年间 屋顶漏了 冰霜与雪柔另个变 以不见当年的燕红绸缎 他扶开桌面的灰 在装满蜘蛛的抽屉下里 找到蒙尘的朱钗 刹那间 狂风大作 天昏地暗 江志余握紧朱钗 抬头往外看去 已有数不清的鬼影闪现 江家的冤魂 苏醒了 他们仍然保留生前的记忆 但神至昏尘 只争宁着要索江志余的命 江志余坐在床边 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越靠越近 突然说中的金簪一闪 便命中了二妹的头颅 随后江志余五指轻轻一勾 二妹便发出凄厉的惨叫 脖子被硬生生扯断 江志余笑了 如腹弄琴弦 隔空教二妹的身体一寸寸分割 细细对比 竟然与当年江锦淮的尸身 纹路一模一样 动作越来越快 将置于眼底的血红 越来越浓 众鬼见他如此凶残 萌生退役 正在这时 门咔嚓一关 屋内凄厉之声 绕梁不绝 雨势大了些 落在屋檐上 汇聚成缕 浇灌在窗外 新生的野菊上 少请 房门之鸭打开一条缝 泻妖玉谷的美人走出 墨发巫童 腹若宁之 太阳头静静看了看天色 随即重新打开骨质伞 温腰遮在野菊之上 回身的时候 看见雨幕中 遥遥站着一男子 江志余弯弯唇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这里有我们的定情信物 江锦淮踏语而来 在爱妻额头落下一吻 手脏了 江志余展开五指 细细打亮一番 玉指葱翠 哪里脏了 一扭头 江锦淮已然变了身形头 拙红衣 红涛树冠 胸前绣祥云贤赫 赫然是他迎亲当日的模样 江志余心有灵犀 眨眼变为凤冠侠配的新娘 五指低于他手中 笑着说 接下来做什么 以往 他最厌恶有情人终成眷属 便从不关心嫁娶之事 如今心中反倒疼起一丝后悔 江锦淮握住他的手 拜天地高堂 入洞房 天地不仁 高堂寡情 无事言可立 亦不信奉神明 今日执你我夫妻二人对拜 厮守百年 江志余被他领着 认认真真走过了所有的礼节 没了到入洞房时 高兴地笑出声 一把掀开盖头 扑上去 江锦淮原已准备好 掀他的盖头被他胡乱一打岔 愣了 愣便纵容笑了 他的阿鱼极喜欢他 什么礼节都不重要了 我又娶你一次 可否跟我回家 江志余高昂起脖子 拿桥做太盗 如此便饶了你吧 这座鬼宅 在短暂的热闹后 重归于借尽 继续守候他下一个百年 墙角的野局愈发鲜艳 后来 小镇又多了个鬼故事 那日留声突进门前 忽听门内一响 一先被鬼神之说 生探所知欲 隔门窥探 见一臂人这大红婚妆对拜 地下无影 为鬼 留声摒弃 听女子低笑 鬼语惑人 静一时走神 推门而入 等再醒来 人至家中 手心留有三血字 看个屁 众人皆以为留声编造 不乏胆大之人深夜造访 未见异鬼 后来 明君继位 破鬼神 推心法 这所旧宅便被推倒重建 赐予不受宠的郡主清伟 女子住进宅子不久 便与一男子相看对眼 因缘通途和睦 子嗣反胜 世人将此传为佳话 清伟郡主后代子孙 便在宅院某处 开门修庙 请因缘神 屡情屡败 多灾多难 后来 亦由方道士掐指 命子孙悬翼女子画像于厅堂 画中女子禽首额美 提议局当 笑容淡淡 自此 从庙中走出的女子 心愿地尝着居多 又过数十年 因缘妙香火昌龙 从庙中走出的女子 地底下 公园